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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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台码条款 好了 然后4月19号新民党说 蓝要让实习给局不能少 宋说我管不动也不会管 20号的时候国庆合作 把这个台码条款挡回去了 为什么挡回了呢 黄奕娇在维基解密里面说 局营改变是因为蓝营承诺 两个星期之内他们要共同提名立委 到了30号新民党说 蓝里让跳票啊 我们就再让台码条款通过 黄奕娇在维基解密里面说 局要蓝让13席 可是亲民党的底线是10席 就我们还可以讨价还价了 你不给的话我们10席也可以了 胡志强在维基解密里面也有讲 他讲说马没有拒绝亲民党的勒索 这是没有勇气的 胡志强很不以为然 5月25号拍马条款没有过 11月14号国庆共同宣布 蓝让局10席立委 就是6席的不分 6席区加上4席的不分区 这个就是96年发生的事情 你们觉得现在几乎全部 怎样全部一重演吗 他们的手法完全没有变过 这个如果我们把亲民党当一个党 大家就精神错乱 想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 可其实国民党跟亲民党中间 到底是党对党还是派对派 因为他其实后来就搞成一个 像一个派一样 换句话说 你不听我这个派的 我就出去变个党 你愿意听我的 我就愿意回来跟你 跟你这个讨价还价 跟你要点东西 现在选民看不太下去 至于刚刚说 既然建光死 干嘛建光呢 我给大家再解读一下 为什么这次会建光 我的解读是这样 因为不建光已经死了 这个提案已经死了 现在只有让他建光 等于摊在阳光下 大家知道还有这个机会 等于做个历史记录 现在还没有登记 还有这一个力挽狂澜的机会 而且请注意这十一席 刚刚那个 双双阿峰不小心讲出来 我不知道他消息来源是什么 四席 四席那是区域 对不对 他讲的区域 那十一席如果连不分区 其实亲民党要的是七个 而且这是开价 最后如果再让个几步 你在十七过半是十七嘛 我在里面要个五席 不过分嘛 所以其实亲民党某种程度 是透过媒体 做了一个喊价的动作 说我今天如果你跟我能谈 我最后还给你这个机会 那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架 所以这其实整个动作 是这个原因 所以今天我亲自想想 对他们那时候要十三席 后来让城变成十席 就还讨价还价 所以我今天要个十一席 其实最后大概要个六席吧 五六席 所以就是彪彪阿峰讲的 四个区域地点都出来了 再加个两个区域 两个不分区或三个不分区 就是这个数字不是吗 所以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这种事情 真的选民看得下去吗 大家还接受这样子 那么烂的文化 从96年开始 就是来搞这种事 到了现在100年了 还在做这种事情 这个亲民党到底会给大家 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觉得这里面是 反而还是要看的是一个 政治人物的人格 我现在回头看 这是一个政党的人格 这个政党的人格 跟宋楚瑜的人格没有关系吗 当然是相连的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老宋 你是哪里人 从这里面再来看一下 老宋的人格 河南省长来 他说 我们宋家在周朝风与 商丘属于宋国 因此我祖籍在河南 出生在湖南 是河南人在台湾的打工者 浙江省长 他见到他说 我是台湾唯一的省长 也是浙江女婿 以双重身份来欢迎吕省长 他又是浙江女婿 然后安徽省长 他跟他见面 他说 您为刘明传 辞掉省长 也不同意把台湾省废掉 湖南的副书记来 他说 想到胡锦涛五年前 送我这个宋氏的祖谱 眼泪差点夺狂而出 湖南乡军在清朝来台 指鼎视法国 湖南人是用鲜血 保卫台湾的 大龙飞弹 绝对不是对着台湾人 而是要保护中国人的领土 然后山西的书记来 他说 问我祖先在何处 山西红洞大槐树 我也是山西人的好朋友 政协主席贾庆龄会面的时候 他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 不可分割的骨肉 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排除台独 作为台湾未来的选项 所以他从湖南河南人 湖南人浙江女婿 到山西人 宋先生老宋 你到底是哪里人 他的口才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为什么要这么肉麻 为什么要这么样子的压低自己 去这样巴结 对而且他在选神掌的时候 他说他是台湾人 他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 所以自己说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这样讲 你刚刚讲说他连一个回答说 你是哪里人 他都可以说因为这样子 就是时髓易转 我就是见人说人话的感觉 我觉得确实就是说 在某个程度上来说 你会怀疑说 如果今天他当选 不当然我觉得 他当选的可能性非常低 大家就会说 宋主义还有没有可能会不选 当然有可能不选 他都已经宣布退出政坛了 他又回来选不是吗 对我觉得 他也有可能现在要选 到时候又不选了 都是有可能 因为就是个政客 他就是反复无常 他什么对自己有利 他就可以选择那个方向 这是一定的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印象有特别深的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就是看到他上郑宏云的节目的时候 我其实 其实我真的就想到 他跟慈罪扁见面的时候 就是一般来讲 你很难会想象说 一个政治人物 他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可接触范围 可以是这么的 具有高度的弹性 但他的目标很清楚啊 对他都要的些什么 其实都摆在那边 其实也不算什么大内高手了 其实他要什么东西 通通摆得清清楚楚 但是你看就是说 他可以 他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时候 跟美国人讲的 我要选市长 可以交换啊 不要选 我可以不选总统 你看跟美国人可以这样讲 然后呢 跟阿扁见面的时候 也可以真诚啊 什么之类 见到大陆的人的官员的时候 他又可以这样 哎呦 我是浙江女婿 我又是河南人 我又是湖南人 我又是山西人 我真的是 真的是很佩服 我这帮忙补充一下 这些东西都不是 那个制作单位随便找的 你要上网找几个重要的网络 大陆重要的网络 新华网 文汇网 人民网 中兴网 中平网 在这边都出来的 这个为这讲的 所以这绝对不是 我们就随便讲的 而是这些网络 事实上 这些新闻还往往 会被国台办公室的 拿过去 贴上去 转贴连结 就是宋的讲话 宋的讲话 这些东西 这重要性在哪里呢 就是说 他在台湾 好像这两三年 大家都觉得没有了 可是大陆人多喜欢他 他们见人说人话 见什么的说什么话 对不对 就完全讲他们想听的话 对 所以有前面的一个状况 大陆人对他多好 比如说像我 写微博 写部落格 只要一讲到宋楚瑜 我那个时候会被灌爆 不是大陆人在骂 老宋是好汉 老宋是中华民族的好汉 你怎么可以骂他 为什么 因为在大陆上出现 宋楚瑜讲这些话 他们都听得非常 多窩心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到现在为止 大陆对宋楚瑜 一直没有什么批评的 所以这个东西 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还是回来讲 刚刚我讲为什么要十一席 十一席的关键在哪里 当我有十一席的时候 两党都不过半 所以不论谁当选 要阻隔 你必须跟我这十一席谈 那既然跟我谈这十一席 你以为说宋楚瑜就是这样子 为了子弟兵把他们送上去吗 十一席在我手上 行政院长该是谁 就是下一个谈判的筹码 老宋啊 你问他什么人不重要 他很懂得让 当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什么人 最厉害是什么人 当初这个 扁宋要这个 要会面的时候 我在那个 有台上节目 那时候本来是宋楚瑜的发言人 都被call in进来骂得要死的 说要会面而已 call in进来马上说 哎呦本来我对你印象好坏 现在看到脸色越看越善良 越善良 然后后来不是有些人在讲这些吗 最近上大话有人在警告绿营的时候 他会变来变去 他会变来变去 他当初讲过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种人你怎么可以联署呢 你知道绿营怎么讲 怎么讲 这样的人将来合作才能够对抗中国 他说他们我没有骗你 就他会把他变成优点就是了 校长真的 我知道校长其实是独你知道 其实校长 这样子讲他 你说支持独派的朋友 能听得下去能够支持他吗 可是真正在选举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了 真正在选举的时候 民主进步党 他们很多支持者是选国家嘛 既然要选国家的话 只要我赢就是国家赢了嘛 所以这些动作都不重要 只要我联署给他 他能够帮我们搭下这个嘛 我就支持他 其他都是都变成优点嘛 所以我将来如果说 我们执政以后 这种经验的人一定可以帮我们去 他太厉害了 我真的没骗你 我一直在想 小英以后可以 他当选之后会用宋楚瑜这样子的人说 哇我们这个是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独从来就不是我们的选项 连着选择上就似乎有一点倾斜了 而且大陆看到他这样说 很多人很亲切 可是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们友台的节目 如果他看得到那天宋仙人跑到那个台上讲的话呢 大家就会觉得哎那你连这边你也这样讲的时候那你那个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段怎么不在那一台讲个两句呢 如果你在那一台讲了两句那一台还给你和颜悦色那台湾就真的大和解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其实就是标准的一个政客 初一十五不一样 他现在唯一的就是蓝银没有好脸色 他对红的对绿的他都可以卑躬屈膝 但是对于蓝银没有好脸色 给我十一行 否则我就选给你看 是不是还有蓝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法宝呢 周美清算不算一个法宝 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待会回来